大家好,我是阿米 现在正值夏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很多家庭的冷气开的也是越来越频繁 但是在用冷气的时候也是会发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有些家庭就觉得自己家的冷气越来越不治冷 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的朋友想要问 经常开冷气怎样才能更省钱呢 今天阿米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冷气保养和省钱的一些小秘诀 首先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 冷气的过滤网一定要一周清理一次 记得以前可能有这样的印象 觉得过滤网两三周清理一次就行 有些家庭可能长期都想不起来去清理一下过滤网 但是因为现在的空气质量是越来越差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一周清理一次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冷气制冷的效果更好 另外这样也可以避免阻塞影响进气与出风 造成冷气不冷结冰或者是滴水等问题 还有呢 窗型冷气或者是分离式的冷气机 我们需要根据环境来决定保养的频率 比如说冷气机如果是靠近马路边 又刚好呢 遇到了施工 建议夏天过了一定要保养 避免呢 机器卡太多的灰尘 如果我们是住在山边 空气比较干净 就不需要太经常的保养 通常两三年保养一次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说 关于夏天用冷气如何省钱的问题 首先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 冷气开设的温度 很多朋友因为天气太热了 一进到房间呢 就习惯于将冷气开到最高的档位 希望这样呢 能让房间快速的降下温 但其实这样做呀 是很费电的 那我们建议呢 在开冷气的时候 可以开到26摄氏度 并且呢 应该将窗户紧闭 避免冷气外流 再一个我们也可以搭配电扇 还有循环扇一起来使用 这样也可以让我们的房间 更快速的降下温 而且也是非常省电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的是 一般冷气呢 吹出去必须是要把热吸回来 温度呢 才能降得下来 那我们可以把电风扇 面对冷气往高了吹 这样呢 就可以把热气往回吹 循环也就更快了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现在马上就要到大暑了 气候湿热 而且是一年中 阳气最盛的一段时间 不只是太阳照射下的热 地面呢 也会散发着热气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平衡好 身体内外的热度 这样才能度过 酷热的三复天 首先呢 我们要注意排汗的问题 排汗是身体降温的机制之一 而有些朋友啊 在特别热的天气里 就喜欢用强风 直接的吹身体 或者是冷气温度调的太低 这样呢 就可能引发关节和呼吸道的不适 让我们的身体难以散热 导致头晕倦怠 这里呢 还是建议大家将温度设置在26度左右 那每隔数小时呢 我们也应该起身走动 开窗透透气 还有一点 在补充水分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 不要大口大口的往嘴里灌水 应该呢 小口小口的喝 而且如果我们可以将水在口中停留一段时间 这样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解渴 另外呢 少喝那些糖分过高的饮料 或者是果汁 这样会给我们的身体增加很多的负担 也会让我们觉得越喝越渴 那如果您实在戒不掉像汽水这样的饮料 我们可以将果汁呢 加入到苏打水当中 这样也可以营造出气泡水的口感 还有一点 如果您是在大汗淋漓之后 我们可以将水中呢 加入一些柠檬或者是盐 这样对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呢 大树时湿热容易食欲不振 我们应该避免食用那些油腻 或者是过于辛辣的食物 以免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 在饮食中呢 应该多加入那些清热退火的瓜果类 像是丝瓜 冬瓜 黄瓜 苦瓜 西瓜 桃子 香蕉等等 或者是将绿豆红豆 艺人等组成甜品饮用 但是要注意 这些较凉的食物 摄取量不要太多 而且在烹饪时呢 应该加入葱姜蒜 一起来熬制 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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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讯